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昨天晚上我有上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尼可敏建议这个华人新村生怡 然后这个土团的袁怀哨就出来靠北靠谷 我昨天在视频已经讲了 这个袁怀哨其实他根本都不在乎什么华人新村 他也不在乎什么生怡不生怡 他只是要借这个课题来煽动种族情绪罢了 结果他成功了咯 今天有几个乱七八糟的马来组织 就在那边拉布条抗议 说要这个尼可敏辞职 说到很夸张就是了 讲了这个尼可敏让这个华人新村生怡 等下华人就可以变成土著了 马来西亚就变成华人国家了 然后呢 马来人的历史就会被抹去 然后就变成只剩华人历史 哇 讲到很夸张就去了 你干脆讲华人将会统治整个宇宙更好 有没有 都讲到这么夸张了 夸张多一点 好 老实说了 尼可敏这个时候被卷入这个课题也是蛮麻烦一下 因为刮天底下 其实行动党自从1919以来 行动党的处境都非常的尴尬 就是行动党的华人色彩太过浓了 然后呢 就是成为了所有马来人的眼中钉 行动党就算什么都不干了 马来人都是指着行动党的壁子 说你这个万恶的行动党 你要来欺负我们 我们不会给你欺负 所以好累啊 我告诉你 所以尼可敏就算是在家躺住什么都不做 他也是中飘 我告诉你 ok了 讲一些正事了 so 针对现在这个困局 你说如果你是尼克敏的话 你会怎样做呢 给尼克敏呢 现在呢就是出来公开发表说 他说呢这个华人新春生意呢 完全无损这个马来人的权益 他说他也欢迎那些马来人 让他们的马来甘凤生意 这个是正确的说法 没有错的 的确华人新春可以生意 马来甘凤也是可以生意 大家一起生意啊 要的话连印度春也是可以生意的 没有问题的嘛 是不是 ok 给我的建议的话呢 我会建议再加一点料下去 ok 如果我是尼克敏的话 我会用一个主轴来回应这些马来社群 就是呢 我最近才刚刚从印尼的日耳旅行回来 我觉得日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拿来反驳这个课题 ok 日耳呢 是在呢 这个印尼的 抓瓦岛的中间 它是整个印尼最古老的城市 也是现在呢 唯一一个还有苏丹的省份 它里面还有皇宫 皇宫里面是真的是有苏丹住着的 然后苏丹就是现在的省长 而且是世袭王帝的 ok 这些都不重要 我直接跳起重点 重点就是呢 这个日耳啊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跑去这个地方旅行呢 因为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古迹 一个是代表佛教的波罗不多 一个是代表信都教的Prabanen 然后这两个古迹呢 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 对应到中国的朝代大概是唐朝的时候 ok 然后呢 这一个日耳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苏丹呢 他这个王朝呢 其实只存在了300多年罢了 但是 在整个日耳这个省份呢 全部都是回教徒 而这一个苏丹呢 也是好好的在做着他的苏丹 然后 这两座古迹 一个代表佛教 一个代表信都教 全世界的文明 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就是专门慕名而来 就来看这两座古迹 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这个日耳呢 它的所有的经济来源 都是来自这两个古迹 如果没有这两个古迹 我也是不会去日耳了 so 这两座古迹 可以说是为这个日耳提供了 唯一的收入来源 可以说整个日耳的人都是靠着 两个古迹吃饭 然后 这两座古迹 一个是代表佛教 一个是代表信徒教 它有影响现在的苏丹的统治吗 它有影响现在那边的回教徒吗 那边全部都是回教徒 有一小部分基督教徒 反而完全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信徒教徒 因为那已经是1200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已经很明白了咯 一个日耳这样的地方 它有两座1200年的古迹 分别代表佛教跟信徒教 它现在是一个回教的苏丹在那边统治 然后它的居民全部都是回教徒 然后那两座古迹已经彻底的称为历史 完全没有影响到当地的任何东西 只是它为当地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罢了 OK 我们对应我们现在的情况 现在那些马来组织是告诉我们 华人新春如果成功成仪的话 就篡改了马来西亚的历史 马来西亚的历史就不是马来人的历史 是华人的历史 然后马来西亚变成华人国家 很夸张的东西不用再讲下去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咯 日耳两座大大的历史古迹在那边 一个代表佛教 一个代表信徒教 结果呢 那个历史有被篡改吗 当地真的是变成了佛教徒的国家 当地真的变成信徒教徒的国家吗 那个苏丹那三百多年 黄朝外还好好在那边 所以咯 如果我是尼克敏的话呢 我会用这个日耳的例子来反驳他们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在你们的这片国土上有这个 华人新春又如何 对于你们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就好像尼克敏所说的根本就无损马来权利 但是你要给出一个论述了 如何不影响马来人的权利 就好像我刚才给的那个日耳的例子 ok 我再给多一个例子 就是呢 马来人说吗 如果这个华人新春生意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华人国家 这个马来人的历史会变成华人的历史 ok so我想问一下这些有族同胞 你们看一下 现在澳洲纽西兰 当家作主的人是谁 是白人 但是呢 白人是澳洲纽西兰的土著吗 并不是 那边的土著是毛利人 然后你看一下美国 美国现在当家作主的人是谁 是白人 然后白人是土著吗 不是 土著是谁 那边的红印第安人 so你看美国 澳洲纽西兰 他们的土著都没有当家作主 而是有外来民族 也就是白人当家作主 所以 华人 有没有可能变成土著很重要吗 没有的 政治从头到尾都是看人头的 算人头的 不管你是土著 还是不是土著 就看今时今日 谁得人头多 谁就会赢掉这个民主政治 然后谁就当家作主 so 我们搬回来马来西亚 就算 今天因为了 这个华人青春成功生意 华人真的是变成土著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变成土著 华人真的是变成土著都好 可是 华人的人头就是那22% 在民主选举里面 根本都没有办法动摇马来人的霸主地位 所以 就算华人是土著了 可是当家作主了 依然是马来人 我都告诉你了 在澳洲 纽西兰 美国 反而土著 因为人口太少 没有办法当家作主 反而外来者 白人可以当家作主 因为他们人头多 so 这样简单的道理 真的是不明白吗 ok so如果我是尼克敏的话 我就以以上两点来反驳他们 一个就是日日的例子 1200年前的佛教跟信都教的历史遗迹 又怎样 根本都没有影响到现在的马来王朝 回教王朝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看澳洲 纽西兰 美国 他们的土著 并没有当家作主 反而是外来者当家作主 因为 人头 你告诉我 那些马来极端组织 你告诉我 华人的人头 有可能多过马来人吗 当真的是多过的话 你告诉我 有任何的可能性如何多过 所以 摆明是喜人有天 摆明是在那边炒作种族课题 是不是 so 如果我是尼克敏的话 我会这样反驳他们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